同样很有勇气还有毅力的还有这群憨儿 台南市的潮兴企能中心憨儿鼓乐队 日前首度展开围棋一个礼拜的环台任务 要在13个县市当中进行巡回表演 中心就表示这一场环岛之旅 其实已经规划两年多的时间 从熟悉几股的节奏、队形的排练等等 对憨人来说都是一大考验 而这一天下午呢 一行人也巡回到了大甲镇兰宫 精彩的演出是博得乐、满堂财 响亮的鼓声、专注的神情、打起战鼓的架势 一点都不是给专业演出 这群来自台南市潮兴企能中心的憨儿鼓乐队 展现鼓练多时的学习成果 也让大甲镇兰宫广场前挤满不少民众围观 气氛相当热闹 很棒啊 就很厉害啊 很厉害 都很厉害 其实对这些孩子来讲 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不像我们一般正常小孩 我可能教他们一个小节的节奏 他们马上都记得 可是汉天池他们呢 就会要一步一脚印 也带着他们一个礼拜至少练个一次两次 然后让他们的记忆更深刻 从台南市出发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环台任务 要在13个县市中进行巡回表演 对这群汉儿来说困难度相当高 光是事前规划准备就花了两年多 从熟悉旗鼓节奏排练队型等都要花时间练习 幸好在老师和志工的细心协助下 才让他们渐渐走出户外和民众打秀才艺 这些孩子他们其实都在单位里面 偶尔单位会带着他们出来跟社会做事业 可是他们其他台湾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去过 然后就想我可以为他们多做些什么事情 也因为这样发想从去年 然后开始慢慢的开始去筹备 去申请经费 去找怎么样可以把这笔经费募款到 然后可以带着他们做这样环岛的计划 其实会发现只要给他们合适的舞台或时机 他们的成长幅度会比你一般在他宿舍 在家里面练习的还要多 像我们的Hunerman 我们的小队长他最近开始越来越有团队的意识 他其实开始有队长身份的自觉 他开始会帮忙很多事情 中兴也表示感谢各界三星人士的帮忙 才能帮助Hunerman以为梦想 也希望透过他们卖力的演出 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 孩子们也会以自立自强的正面精神 来面对未来的困境难关 记者 陈伯万 台中 采报